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大家吉祥如意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佛門裡面有一尊菩薩 加實力、滿願力、感應力最強、最迅速 那麼要介紹這尊菩薩之前 我先問各位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問題 大家是否有過借錢給親朋好友 錢借出去收不回來的這種經驗 第二種就是我們在工作職場當中 或者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們身邊總是有這麼一群人 或者是少數幾個人 跟我們特別的不和 處處找我們的問題 甚至我在日常生活之中 有我非常討厭的人 甚至不想見到他的這種人 如果有的話 那麼今天我介紹的這尊菩薩 就非常適合我們來認識以及修學 那麼這一尊菩薩 叫做魔力之天菩薩 魔力之天意義為陽眼、微光、陽光 魔力之天菩薩有激光佛母 或者聚光佛母之稱 密語叫戰威金剛 在日本古代武士或者是忍者 他們所供奉的本尊就是魔力之天菩薩 那魔力之天菩薩的造型呢 是三面、三目、八壁 魔力之天菩薩呢 在我們漢傳佛教啊 我們認為它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在密教呢 則認為它是多羅觀音的化身 那麼多羅觀音呢 就是綠度母菩薩 那經典記載啊 魔力之天菩薩呢 它是皮怒哲那佛的化身 它掌管三十六天剛心 下管七十二地煞心 世間一切的鬼神啊 通通歸它所管 所以啊魔力之天菩薩 它的加實力啊 感應力啊 是非常的迅速、勇猛 密教的大奮怒去云 諸佛母之中啊 魔力之天佛母啊 加實力啊 是最快的 那我們呢 要如何來修持 魔力之天菩薩的這個法門呢 以下呢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供大家來參考、學習 第一種呢 我們可以使 魔力之天菩薩的心咒 那麼魔力之天菩薩的心咒如下 那麼魔力之天菩薩的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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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呢 就是 恩馬力之天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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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呢 我們也可以念 魔力之天菩薩的聖號 那麼魔力之天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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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年啊 是我們的本命年的話呢 俗稱犯太歲 我們也可以啊 每天來持送魔力之天菩薩的心咒 以及聖號 我前面剛講的 如果有人跟我們借錢 不還的 或者我們做生意 我們的供應商也好 客戶也好 這個賴帳 不給錢的 我們每天啊 最少 我個人認為啊 我們每天最少呢 要使一千零八十遍 魔力之天菩薩的心咒 然後回向給此人 就跟魔力之天菩薩 禀告說 某某某 或是某假公司啊 由於跟我借錢 或者是欠貨款 至今啊 遲遲未還 齊請魔力之天菩薩呢 能夠佳實護佑 弟子目前呢 很需要這一筆錢 希望呢 對方能夠盡速啊 來還清債務 只要我們每天 修飾這個方法 回向給這個人 欠錢的人 我敢跟各位啊 保證 對方啊 很快啊 就能夠啊 把錢啊 給還回來 那麼講到這裡呢 先跟各位分享一個 真實的感應事蹟 2009年 我認識一位 做水電行的一位菩薩 那麼他呢 專門啊 包這個 建設公司啊 這個 發包下來的 一些小工程 那這些建設公司呢 他們 一般給錢啊 都是開支票 有的都開了非常的久 那由於呢 他是個小公司 底下呢 又有一些員工要養 有時候啊 坦白講 沒有那麼多現金 怎麼辦呢 他也啊 時常啊 會這個 感到苦惱 後來啊 我就跟他講 我說那你不凡啊 每天念 魔力吃念不詐 回向給這個 建設公司的老闆 希望他能夠啊 把錢啊 直接換成現金 打給你 結果呢 這個水電行的老闆呢 聽我的建議之後啊 就每天休止 結果呢 只休止了四天 這個建設公司的老闆啊 不知何原因 就交代會計 就直接把貨款 直接給這個 這個水電行的老闆 就是呢 這個 養心 所以啊 這位水電行的老闆啊 修持了魔力之天的這個 心咒啊 之後啊 非常有心得 有感應 所以啊 他現在呢 每天仍然在持這個 魔力之天不詐的這個心咒 第二個呢 我剛前面也講了 如果我們在公司裡面 或是生活之中 我們身邊啊 總是有這麼一兩位啊 很討人厭的 或者是處處呢 跟他爭鋒相對的 這些 這一種 這一種 冤親債主怎麼辦呢 我們也可以持這個 魔力之天不詐的心咒 聖腦來回向給他們 只要呢 我們肯公敬啊 來回向 啊 很快啊 我們跟他之間啊 這一種 不好的這種 惡緣啊 都能夠啊 消滅 能夠啊 轉為真上緣 那麼現在呢 啊 由於這個聖男聖女 特別的多 所以很多人呢 想要求桃花 我們也可以來修 魔力之天不詐的法門 只要我們認真修啊 想要求桃花啊 都能夠啊 滿我們的願 能夠找到自己 理想中的另一半 所以 魔力之天不詐呢 與我們這個 娑婆世界的眾生啊 有很大的因緣 所以今天呢 來跟各位分享 這個魔力之天不詐的法門 所以我們平常的 修持的方式呢 就很簡單 每天啊 就持魔力不詐的心咒 以及聖號 然後回向即可 那麼經典裡面有記載啊 如果呢 我們啊 犯了這個亡難 古代講 王難就是做的政治難 犯了王法 只要呢 我們自成功敬 懺悔 修這個魔力之天的這個法門 持他的心作 王難也好 或是刀兵難也好 就是戰爭 刀兵劫 或者是水火難 火災啦 水災土石流等等 或者是有人欠錢不凡的 忌遇我們的財產的人 這些冤家呢 通通啊 都能夠啊 無法啊 傷害到我們 所以啊 魔力之天菩薩的法門啊 與我們說佛的這個 與我們現在的眾生啊 有很大的因緣 所以我們呢 今生啊 有幸能夠呢 聽聞 魔力之天菩薩的這個法門 我們應當要來發願 來修學 來修持 所以啊 在這個佛說 《大魔力之菩薩經》啊 記載得很清楚 他說啊 我們只要認真修持啊 能夠獲清淨大福 能增長廣大吉祥 能消滅一切重罪 而且啊 能做一切事 能處一切冤賊難 若能依法受食啊 於道路行一切諸二 不能得便 所以此法門 非常的殊勝 個人呢 在修學魔力之天的這個法門啊 也有相當一定的這個心得 那在這裡呢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個 古代的一個真實案例 那麼在明朝啊 中期的時候啊 有一位屠夫 那麼由於啊 年輕的時候呢 沙葉很重 後來呢 賣了二三十年的這個沙葉 這個縱深肉之後啊 後來就改行了 可是呢 晚年的時候啊 是那場重病 後來啊 他在重病之中啊 昏迷之中呢 吳異東有聽到這個 這個黑白入場啊 在對話 說啊 我們今天要來抓拿 此人的這個魂魄 這個病患啊 一聽到之後啊 身心恐懼啊 就迫不及待的呢 就來到寺院啊 燒香啊 禮佛懺悔 後來有一位法師啊 就告訴他說啊 那你何不啊 修持這個魔力之天的這個法門 那這個屠夫啊 就問法師說啊 那要如何修持 他說 你只要平常修持 魔力之天不在的聖道 持他的心中 那即可 這個鬼神啊 無法來害你 甚至抓不到你 而且你還能夠呢 認真持在當下 你能夠滅一切罪 因為據經典記載啊 我們修持 魔力之天菩薩的這個心中 聖號啊 能夠隱身 什麼是隱身呢 據傳 龍術菩薩 未出家前 曾跟他幾位道友啊 學了隱身術 到皇宮啊 去調戲宮女 據說呢 龍術菩薩呢 所學的隱身術呢 就是魔力之天法 他能夠讓人隱身 所以一切重能看不到我 但是我能夠看得到一切人 一切人 所以啊 魔力之天法門啊 非常的殊勝 加持力非常的大 那我個人啊 是因為我在修行過程當中啊 我個人呢 業障的比較深重 所以在修行上啊 會有一些障礙 所以我每天啊 都我在持送 魔力之天菩薩的聖號跟心中 所以我這一路走來呢 坦白講 我在修行路上 能夠走得這麼順利 我也非常感謝啊 魔力之天菩薩的這個 這個家事啊 與護佑 那麼據經典記載 只要我們今生 恭敬持滿 三十萬遍的話呢 我們今生啊 一切不如意的事啊 借得夠消滅 都能夠啊 吉祥無益 甚至我們今生 能夠認真持送 魔力之天的心中 能夠贈得本尊善昧 能夠贈得疲怒真吶的法身 所以今天呢 非常呢 有跟大家有緣 所以與大家呢 來分享借告 魔力之天菩薩 所以啊 在這裡呢 奉勸各位 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呢 有諸多的障礙 或者是有些問題 那我們呢 除了由於面對之外呢 我們更應該要發心 來修飾 魔力之天菩薩的法門 持他的心中跟聖號 好 所以在這裡呢 最後呢 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 吉祥如意 阿彌陀佛 還有倒 Fate 二號 二號 每天 四號 一號 二號 一號